大家好 我是阿天 這個煙花的活動即將要結束了 我們來看看我會選擇換什麼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命運羅盤 命運羅盤的話呢 其實 他會有機率就是掉這個UR或是SSR的角色 然後50000戰我是從來沒看過 命運1100也從來沒看過 但是呢我有獲得UR卡片過 所以說呢 命運羅盤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至少 你抽著抽著呢 他也會有這個保底 但是保底我沒有去計算啦 不過呢相信玩那麼久的話 命運羅盤抽出UR跟SSR角色的話 應該不會覺得太 太困難這個樣子 那所以說呢這一次煙花盛典 我要換的東西呢 第一個是這個UR角色 然後順便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沒有花任何的這個心石 那目前來說 這個活動的話呢 就是每天簽到然後解完每日任務 那來看看說可以換什麼東西 在這個煙花集市這個地方 目前我已經有300個這一個 算是這個是鑽石的吧 最重要就是這一個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換一隻UR角色 隨機的UR OK白條一隻UR角色這是沒問題的 然後呢我現在還有180 那我決定呢180的話呢 我全部都要拿來換這個祕命石 祕命石的話 10個是價值5000鑽 然後呢如果說是這個 傳真天賦點的話這個也不錯 那傳真天賦點的話呢 這個一個的話在 在商店如果說有時候你 碰到的話又或者是那個什麼 藍銀河保障的話這個是賣4000鑽 所以我覺得 祕命石這個可能會好一點 反正就賭一下嘛 好這樣子 那剩下的60呢 剩下的60真的是蠻猶豫的 這一個是文物券 文物券的話也不錯 這個就是 怎麼講永遠用的到 然後普通抽的話 我是覺得不大需要啦 因為那個就是存著嘛 那再來的話呢要換誰勒 60 60個 傳承天賦點 蠻猶豫的齁 然後這個 這個魔方碎片也是 也是永遠用的到 因為那個魔方碎片的話 他影響的就是 怎麼講 他是實實在在可以增加你所有英雄的 比如說什麼攻擊力呀 防禦力呀 之類的東西 那角色的話 凱隆我是有點興趣啦 因為那個凱隆的話是 現在是在這一個 活動期間嘛 那剩下的部分 文物券 文物券其實也是都用的到 文物券也是不錯呢 好猶豫喔 還是凱隆呢 凱隆 奧丁 還有如果說你沒有洛基的話 你可以選擇換洛基 好吧 我先換這兩個再說好了 好換完之後呢 我們抽吧 活動期間還剩不到兩天 所以不要忘記去兌換喔 好來看看會抽到什麼樣的 UR碎片 天罩 好 天罩可以升級了嗎 可以喔 這樣子還可以看一下圖鑑 升級了 然後呢 我們再來命令羅盤 我現在選擇 提風跟這個 凱隆 我們來這個 抽個20抽 沒有 好沒關係 看一下 有獲得一個神格 還不錯喔 好再來 也是沒有 不過有這個UR碎片五個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這一個 這個什麼 這一次這個神獸瘋野這個券喔 那我們看一下後 我離凱隆還有多久啊 凱隆的話 目前來說 我是 在哪邊 凱隆凱隆凱隆 我的凱隆呢 眼花了 凱隆在什麼地方 我們點這個綠色的好了 找到找到 我要生他的話我還差一隻 還差一隻就好 這個差一隻的話我要用命運抽還是要用 還是要用這一個這個 等一下喔 我現在想看 煙花聖典我們是可以直接換出一隻這個是沒問題啦 煙花集市這個地方 60個 單獨換一隻凱隆值不值得 還是換20個文物券 我覺得 我覺得就換一隻凱隆好了 這樣子 換一隻凱隆啦 好 升一下升一下 就差那麼一隻嘛 不然我命運抽的話 不知道要抽到什麼時候 凱隆又來了 在這個地方 好 升階了 好 凱隆我覺得未來應該是用得到了 但是現在我實在是有太多角色 要去升級 譬如說像是飛機啊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舊的角色慢慢把它提升上去 但是呢我現在把凱隆升到紅色呢 純粹只是為了這一個活動中心喔 英雄養成 現在凱隆的活動時間還有 差點點錯 有沒有 然後獲得了這個免費這個文物券 像我升到紅色啊 這個 可以多獲得一些資源之外呢 覺醒魂器 這邊也可以獲得1000鑽 那覺醒魂器的話 你一定要 紅色 這個 紅色 一格 才可以覺醒魂器 所以呢 就算你升到這個 225級 魂器 225級 你不能覺醒的話 是因為說 你的那個階級 還沒有到紅色一顆星喔 好了 那這個瑪爾杜克也是一樣喔 我現在有紅衣了 所以說我現在 也是在提升他的魂器 反正 角色之後都用得到 那只是說這個先升後升 然後順便在這個活動期間 多拿個1000鑽這樣子 不小補 好了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好這純粹是 8公會的大腿喔